今天的身后懒人包来关心 下个礼拜天气会出现变化了 今年第19号台风天鹅 在今天清晨成行 目前是持续朝西往旅盛岛的方向前进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紧接着在关岛东南方又有热地压生成 气象专家预估最快礼拜五礼拜六 可能就会成为今年第20号台风闪电 而且日本气象梯已经超前预测路径 不排除会接近台湾 不过气象局认为 相关细节要等到下个礼拜二才会更明朗 屏东附近海域船只行驶 明显感受到风浪 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 迹象局周四观测到 潇流球出现两米浪高 上下船要注意一下 浪大跟台湾南方一波波热带系统有关 已经形成了第19号台风天鹅 预测路径朝旅宋岛前进 对台湾较无影响 但后面关岛东南方又有热带系统 低气压生成最快周五周六 有机会成为今年第20号台风闪电 日本气象厅已经超前预测路径 发布裂风警报 点名不排除会接近台湾 西北的方向做移动 不过会不会接近到台湾地区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持续做关注 预报大概都认为说它会先往菲律宾的东边 就是台湾的东南方海域这个地方靠近 那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模式的预报就蛮分歧的 气象专家表示 往年秋季的台风都会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北上 但因为今年是反胜阴年 海温较高产生大陆高压 因此近期台风有两种可能的路径 以目前各国路径来看 准台风闪电有可能往西走 也有可能北转通过两个高压之间的安行场 有机会相当接近台湾 高压如果有很明显的 在往西伸展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这个台风就会被压着 一路往这个旅宋岛 甚至往巴士海峡这个地方移动 那后期可能就会比较接近台湾 到底有没有机会为台湾缺水情况解渴 借上专家评估 可能得等到下周二三 台风路径才会更明朗 记者现在蔡柔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